记者林一张嘉义报道,嘉义现议员陈文中去年11月因紧追压破神经,四肢无力无法行走,12月时开刀住院50多天,术后原本连一张白纸都拿不起来,但他努力复健,两个月就重新站起,如今已能正常行走,参与绕镜活动,并表示会继续批议员选举,为您服务。 陈文中说,去年11月发现手无法抬起,有些无力就诊后,医生评估要开刀治疗,但当时担心手术风险,进行推压等民俗疗法想改善,但却越来越严重,甚至无法走路,因此前往台大医院动手术治疗。 陈文中说,动完两次手术后,四肢无法动弹,就近家户病房五天,家人都很担心,他则内心平静,开始复健后,虽然四肢麻痹,但他遵照复健时,只是复健,长一天流汗到换三套衣服,终于康复恢复正常功能。 外战县议员张贵忠曾透露不选,对此,民进党嘉义县党部主委林慕惠说,党籍议员张贵忠致电表达一定参选拼连任,外界也曾传国民党中央委员林江川可能参选议员,他今天表示不会选议员,过去同党议员在他参与2016年立委选举时支持相挺,他没有理由和议员们竞争。